接下来看,上个礼拜最后有讲到有关那个1到12月份 这个是第六个单元,我放在云端上面 也有那个把画面,不过程式好像没把它贴上了 不过基本上的流程,主要还是先把界面做出 最后做出,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让它run一下 那个本来的逻辑是这样子 它会先跳出一个,比如说这是几月份 那这个几月份我把它挑一下,它会跳出一个清单 不过这个清单的话基本上只有单选 所以我只要选其中一个 然后按个确定,比如说12月份 那当然我这边有个run 先让我先知道说 这个跳出的值是否正确 最后当然就有个答案正确 这个是上个礼拜最后讲到的 那我最后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当然前面还有一提示也是单选的 比如说就是在剪刀石头部也是单选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把它做成多选的 其实特别最后,这个多选工作一般 也还蛮常用到的 那比如说你今天 类似我们把这个档案定存新档 如果要做个变化题 那个变化题是怎样 就是类似像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请问 我现在不是猜那个英文是几月份 而是请他输入 请问你几月份有空 那比如说这地方 当然了,第一个 跳出来的话 特别注意,这地方呢 就不是单选的 而是多选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旁边这边可以 点击打勾了 点击打勾 比如说我今天 而且呢 会有个问题就是几月份 那我打勾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判断说 它到底哪一些是打勾的 那打勾完之后 你会发现把它关掉 它会自动帮我把那个 打勾的部分呢 这边就是做个复选 那当然复选部分的话 除了可以用这个方式之外 当然你还可以用那个 Checkbox上面有一个元件 不过这里我是用那个 清单 就是那个下拉清单的 这个部分去做改写的 那 如果我今天呢 让使用的选完之后 那按个确定 把它选的 几月份有空的显示在下方 比如说我这边选了四个 按个确定 你有空的时间为 1357 把这个1357列在下面 其实在工作里面 其实在一般的那个实际上 还蛮常用到的 比如说你做个点餐系统好了 那他到底点了几个餐 有时候不可能只有点一个餐 或者点饮料也可以 其实你会发现这蛮好用的 前面讲过了 其实很多的餐饮业都一样 他进来他要招呼说客人要点什么 那如果说有个QR Code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自己先点完 点完之后呢 老板就收到了 就帮他做 做完给他就好了 OK 或者跳号码 自动给他一个号码 跳出来 然后告诉他说 大概等待时间多久 那其实你会发现 这样应该省掉很多人力 而且其实还蛮有噱头的 那成本会不会很高呢 其实我觉得成本最高的就是 有人要设计这东西 OK 所以基本上 你身边如果有亲朋好友 有需要做这种东西的话 或许你可以跟他谈合作 像很多那种 我发现创业成功的 刚开始都不是一次性 去收这个费用 跟他讲说 我先不跟你收 但是我之后抽 抽多少 而且你可以跟他谈 对不对 有这样合作模式 就是初级 也就是说 你不是一次性收费的 之后当然因为 你这里面有变成 有搭了你的服务在里面 如果因为 搭了你的服务之后 他赚钱 他当然有愿意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很多类似 像这样创业成功的模式 因为之前有那个 这叫O2O 就是虚到实 把虚拟世界的人 带到他的实体店面 这样其实这样的成功 案例还蛮多的 也因为这样子增加 他的那个 就是业绩 来客率等等的 当然这是有其必要性 那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们前面是都单选 单选一定不可能 你就只能选一个 选完之后 没关系 你再跳进来 再选一次 这样不合理 所以基本上 你要能够让人家做多选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要让人家选完之后 把他选完的 把它显示出来 那当然显示出来还不够 后面可能还要把它存起来 对存在哪里呢 后面还会讲到 存在手机里面的什么地方 某一个档案吗 OK 或者是说呢 某一个资料库吗 不过资料库又更复杂了 档案式的还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key value的概念 反正这个东西存什么 这个东西存什么 那将来你把资料调回来就可以 它会永久性的 记在这支手机上面 key跟value 然后后面还有资料库 不过资料库的话 相对的会比较复杂 可是可以做很多动作 比如说它可以 做很复杂的选取 选完之后呢 把资料填到资料库里面 那这样后面未来 还可以延伸到什么 因为你存来存去 都在手机里面 那你怎么样再跟这个 伺服器端 比如说你要最后要结帐 资料总要传到伺服器端 那这里可能需要一个server OK 不过server的话 那难度又可以更高一些些 不过大部分呢 动态网页技术啦 这样比较普遍的 也许用php吧 这样myseql嘛 那你可以把资料 就丢到myseql里面去啊 那中间的中介层 就是php嘛 所以不过这里 中间会常常会问啊 因为这其实这里已经跨了不同技术领域的 所以如果说有些东西啊 你要能够衔接上 那当然你可能要先自己先ready一下 因为动态网页技术已经存在至少超过20年了 你怎么样可以网页跟后面的资料库能够沟通 那这东西的话技术很多啦 当然学哪一个比较好呢 其实当然也没有一个 你看不同的产业别或者不同的经济规模会有不同的需求啦 像最不用花钱的就是php加myseql嘛 现在很多自由软体当不当嘛 所以大家会想说 那我如果不花钱可不可以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方案 那以这一题来看哦 怎么做 首先的话请各位第一个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 也许这个这个是就是比对那个哪一个几月份的 把它做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里面要改哪些地方 我把它另存新档 这个这个档把它另存新档 那我后面加上ch 本来是ch03-15 我把它加上一个-2 15-2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界面上面有哪些变动 特别注意 这边我把它改 第一个的话 因为你要多选嘛 所以这边注意哦 如果你要多选哦 第一个我只要把它这个这个档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之后的话 其实只要这个地方后面加上一个 底线2 因为已经又2了 底线2之2 好了OK哦 那首先的话当然第一个 你点选这一个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是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各位可以看到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你要让它允许什么多选 所以点它之后 那当然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要不就是在这语法里面加一个multiple multiple就是可以让你多选 再不然的话你可以什么 往下找一下 下面有什么呢 下面各位可以看到 叫允许多重 那允许多重你会发现预设 如果用选单的方式呢 它是不允许多重 什么情况下允许多重呢 清单的模式下 会允许多重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第一个 你要先把这个改一下的话 你就把它原来的选单改成清单 然后呢 把允许多重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里面呢 其实就是多一个 其实多帮你写一个东西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打勾 上面多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程式里面 它帮你加一个什么 multiple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做多选的 OK 记得是把它改成什么 选单改清单 那再来的话 第一个啦 其实现在我看一下 这地方如果 我只是把它领存 然后显示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跳出来了 它就可以变成多选 OK 可是问题啊 我们现在不是要拆它 是几月啦 我们现在是要 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结果呢 就是要改一下 让它请输入 这边改一下 请输入 你有空的月份 然后让它多选 选完之后呢 就显示出 你有空的月份 是 换一行 几月 把它列出来 可是你有多选 那多选要怎么样 把它列出来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 利用那个上个礼拜的 这个练习 稍微做一个修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稍微做一个 选择